在游戏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大作之间通常会错开发售日期 以免撞车 然而这次索尼似乎铤而走险 选择了与黑神话悟空正面交锋 这一决策究竟是自信还是自负 结果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8月24日欧美地区重磅作品 索尼第一方工作室 打造了八年的新游戏 星明特工正式攻测 这一款守望类型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游戏除了PS平台外 还上架了Steam平台 支持跨平台联机 虽然星明特工的质量不错 索尼宣传费也给得很足 但是因为游戏正确过渡 因此内测时候就一直遭玩家吐槽 这游戏里基本上没一个 符合人类主流审美的角色 唯一能看得过去的 就只剩下机器人以外 外星人了 本来星明特工就因为正确 不受玩家待见 如今在游戏正确代表的黑神话悟空 大火的当下 星明特工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 内测时 Steam最高同时在线玩家 还有约2000人 如今公色后 最高在线玩家反而下滑到697人 要知道 此前被称为年度最烂游戏的魔界咕噜 发售时的最高玩家人数都有758人 更难堪的是 星明特工近24小时 最高同时在线人数仅114人 已经出现跌破百人的趋势 数据分析师预估 首周销量在25000份左右 其中Steam平台总销量1万份 PS平台总销量15000份 但目前来看距离这样的预估数据相差甚远 相比之下 8月20日公测后 黑神话悟空的热度是一浪高过一浪 成绩斐然到令人惊叹 游戏发布仅4天 游戏科学就官宣其全球销量达到1000万份 如今一周过去了 外网媒体预估销量已经超1600万份 目前 星明特工在索尼主厂的PSN商店中评分很低 一星差评高达45% 将近6044条评论中 五星好评率仅为29% 而在玩家所有反馈的一系列问题中 主要集中在角色的外形以及玩法上面 星明特工首发惨淡的人气 似乎已经让索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论坛用户分享的截图显示 索尼日本近日向玩家发送了邮件 收集玩家对于星明特工的体验感受 以及改进意见 索尼日本态度非常谦卑地写道 为了让您在星明特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您认为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进 您愿意再一次游玩这款游戏吗 大家的反馈意见对这款游戏成长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玩家的评论区往往是游戏质量最直观的体现 在各大游戏论坛和社交媒体上 星明特工成为了玩家们热议的话题 褒贬不一的评价充斥着评论区 一些玩家对星明特工表示失望 认为游戏的画面虽然精美 但玩法却缺乏心意 甚至有些老套 也有玩家吐槽游戏的剧情平淡无奇 角色塑造不够丰满 难以让人产生代入感 更有玩家直言不讳地批评游戏的操作手感欠佳 bug频出 严重影响了游戏体验 也有部分玩家对星明特工表示认可 认为游戏的画面表现力出色 这些玩家认为星明特工虽然算不上经验之作 但也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设计游戏 值得一试 相较于褒奖 星明特工所遭受的批评声浪显然更为巨大 一些玩家甚至将这款游戏 与近年来其他翻车的3A大作相提并论 例如巴比伦的陨落 圣哥等 认为这些游戏都存在着过度营销 忽视游戏质量等问题 最终导致口碑崩塌 销量惨淡 那么星明特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仅仅是游戏质量不佳吗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星明特工在角色设计上过度追求正确 试图讨好所有玩家群体 结果却适得其反 引发了不少争议 游戏中出现了各种正确的角色 这种做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给人一种刻意为之的感觉 反而会引起部分玩家的反感 星明特工在正确上的尝试 显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一些玩家吐槽游戏为了刻意迎合正确 在角色设计上显得生硬刻意 甚至影响了剧情的合理性和角色的魅力 游戏中某个重要角色的设定就引发了游戏的强烈不满 认为其性格塑造过于脸谱化 缺乏深度和层次感 相比之下 外网关于黑神话悟空的高热评论里 还夹杂着另一种声音 他们也在嘲讽那些拥护正确的媒体 攻击性不强的 只是在字里行间告诫其他玩家 一定要亲自上手玩 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意见 观点 攻击性比较强的就直接点名道姓了 喷的就是西方媒体 评线而论 黑神话悟空游戏本体看上去 可能实际上是离正确最远的一个作品 游戏里有讲什么呼吁大家不要歧视的内容吗 似乎没有 一只猴子在山里和各路动物妖怪过招的游戏 本来就没太多对人的描写 又弹劾牵扯正确 或许被外媒在正确这个点上诟病 并非是因为黑神话悟空有不正确的内容 而是它缺少了西方文化眼中正确的内容 而对海外网友来说 购买或声援黑神话悟空就是对这种言论 最直观的表态和反抗 实际上海外玩家就一直在发生对抗媒体的正确言论 海外玩家的诉求很简单 在网上在社会中 谁都可以发声评论任何一款游戏 但在这群人中 愿意为游戏掏钱的只有玩家 而这些消费者也只是希望厂商能够多听听他们的需求罢了 显然索尼并没有倾听玩家的声音 发邮件询问玩家也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除了正确的争议之外 姓名特工高昂的定价策略也饱受玩家质疑 在游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游戏厂商选择了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吸引玩家 而姓名特工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在国内S平台的售价高达276元 与同类游戏相比 这个价格显然偏高 高定价策略的背后或许是索尼对姓名特工给予的厚望 毕竟这款游戏耗费了8年时间和巨额开发成本 在玩家对游戏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 高定价策略无疑是一场豪赌 如果游戏本身的质量无法与价格相匹配 那么玩家很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 转向其他更具性价比的游戏 姓名特工高定价策略所引发的争议 也反映出当前游戏市场的一个趋势 玩家已经不再盲目迷信3A大作的光环 他们更加注重游戏的实际体验和性价比 如果一款游戏无法提供与价格相匹配的游戏体验 那么即使拥有再华丽的画面和再强大的IP 也很难获得玩家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在索尼官网的热门游戏列表中 玩家们惊讶地发现 竟然没有出现《黑神话悟空》这款备受期待的国产游戏 这款由游戏科学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凭借着其浓厚的中国风和经验的实际演示视频 在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被誉为国产3A的希望 索尼此举引发了不少玩家的猜测和议论 一些玩家认为 索尼或许是出于商业竞争的考虑 刻意淡化《黑神话悟空》的存在 避免其抢占星明特工的市场份额 毕竟这两款游戏在目标用户群体上存在一定的重叠 而《黑神话悟空》所展现出的潜力 无疑会对星明特工构成一定威胁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其独特的题材和精良的制作 为玩家带来了一场别看生面的西游冒险之旅 而游戏精美的画面 流畅的动作 以及富有打击感的战斗体验 更是赢得了无数玩家的赞誉 相比之下 星明特工则显得缺乏心意 尽管游戏在画面和音效方面 都达到了3A大作的水准 但在游戏玩法和剧情设计上 却乏善可陈 难以给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星明特工的遭遇也给国内游戏厂商敲响了警钟 在游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仅仅依靠华丽的画面和炒作营销 已经很难赢得玩家的青睐 只有真正用心打磨游戏品质 不断创新游戏玩法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黑神话悟空》和星明特工的对比 不仅仅是两款游戏的较量 更是东西方游戏文化的交锋 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戏产业的崛起 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游戏作品走向世界 让全球玩家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作品 它们不仅是游戏 更是文化的载体 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闪窗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